本章讲的是预售物的行销重点 那各位在看预售物行销 各位常常看见一些讲预售物行销的时候 你可能目的想知道说到底人家怎么去操作这整个过程 可是很多东西人家把它简单化 简单化的意思就是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今天讲广告 广告的简单化的话 理论上广告就是一种主题的搭配 那主题的搭配跟配置的话 那这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主题的搭配一定会有主要主题跟次要主题 跟混搭主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各期间的时候 我们会设定很多种不同的主题 那各位记得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在其实我们在设定主题之前 我们就有很多个选项 可能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一个卖点到底有哪些 在这些选项的时候 各自发展一些主要主题跟次要主题 那到最后随着我们各种不同 五个不同的期间 举个例子 浅销 公开 热销 强销 收成 那我们预计要把哪几个主题作为主打 跟为什么 这一份报表你要有 这才是重点 这就是所谓的系列主题的概念 那每一个系列主题它之所以会产生 之所以会产生 其实它是一种结构 各位看画面就知道了 第一个部分一定会针对你的人 就是说你打算卖给谁 哪一群人 然后它可以用什么样的卖点 用什么样的诉求 用什么样的标题 标题再透过什么样的创意的图文组合 然后再来写出广告文案 你有标题要往广告文案的支持 那文案的话 必须因应不同的广告 举个例子 像报纸上怎么打 杂志上怎么打 DN怎么打 或者说平面的 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单张的部分要怎么打 然后到最后要去衡量一个效果 它是有一个所谓的重重的部分 然后刚才讲的期间的部分是属于横切面 就好像我们今天假设P来讲 我们今天要选择媒体配置 也是这样 也是针对我们要针对主攻哪些人 那这些人他的阅读习惯 请各位注意他有一个阅读习惯 阅读习惯的话一定跟媒体有相关的 也就是每一份媒体 它一定有它的发行量 跟它阅读领域 跟它的区域性跟深度组合 那我们借由这样的方式 去找到一组媒体组合 然后在四个期间做配置 所以请各位注意 基本上来讲 它是一种不同方向 不同组次 不同混搭 在四五个期间的不同结果 举个例子来讲 浅销 公开 热销 强销 收成 我们怎么做 那最终的不管说 你今天是做媒体配置 或主题安排 甚至促销活动 最终的结果都是 带来多少来人 来客 带来多少来客的品质怎么样 那成交结果怎样 也就是说 除了工作 工作进度表 那你当然是要做 除了预算表 预算表 钱能代表什么 假设我跟各位请问一下 我花五千万的广告效果 跟花一亿的广告效果会一样吗 你不能说我金额大小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是认为说 一亿的效果是五千万的两倍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是吗 重点还是在于你这里面的广告 你的主题设定 你的主题搭配 跟你所谓你选择的媒体 可能你选报纸 你选杂志 你选电视广告 然后会产生的不同结果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选项的不同 跟怎么做 业主为什么要先让你写预计表 因为他要安心嘛 那你在写预计表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个原因陈述 跟你为什么打算这样做 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会产生三个 不同的期间组合 第一个是促销活动的期间搭配 第二个是所谓的广告主题 与媒体的期间搭配 第三就是预计与成果的 期间搭配 各位懂我这意思吗 所以其实预计表屋行销 重点在这一个地方 重点在选项跟怎么做 不在工作跟预算 工作预算是很自然 预算其实只是在叫老板拨钱嘛 工作只是在时间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要做哪些工作 可是我们其实一个预计表要销售好 不在于你花了钱 做了这个工作就会好嘛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你在要做打算做什么事 而这事情是有效的 而且最后会带来人潮 对不对 那中间在这个阶段性控制的时候 我们需要就这三分 就是你这五个期间内 你打算办什么活动 数据点是为什么 打算带来多少人 第二个部分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主题 放在哪一个媒体上 举个例子来讲 放在电视上 放在杂志上 或者是放在报纸上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在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常常笑着跟朋友讲 我说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建筑业它打报纸的比率是最高的 为什么 虽然说我们在建筑业的时候 我们讲是我们是广告网 就是说反正所有的媒体广告费用 建筑业的金额是最大的 可是建筑业的在报纸打的广告 是人家的第二名的16倍 那请问你 那第二名的广告都打在哪里 它在报纸的广告 它不是打报纸广告 它主打是打电视 也就是说建筑业 它的在电视的广告远不及第二名 那也就是说 今天很多建筑业 为什么会打那么多的报纸广告 各位没想过 其实这东西道理很简单 你只要给它深思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要打报纸广告 是不是今天有效没效 今天明天后天大概就知道 而且第二点 你的制作时间也快 你观察反应时间也快 这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讲前面 我们讲前制作 不外就是一些图文案的组合 那后结果就是反正报纸登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对不对 这三天加一二 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效果 所以没有效果 下礼拜马上测下来 就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 我们今天讲消费者用品的话 打的都是电视广告 那电视广告有什么特性 制作期间很长 效果不确定 因为它没有一对一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用这个东西 那制作期间很长 就是什么意思 像它选代言人啊 找广告公司啊 然后再来的话 你有一些 你那些讲话的方式 场景拍摄啊 那到最后你有所谓的A考B考 到最后你要去决定说 你Q表放在哪里 对不对 那重点是 结果你知不知道 你还是要透过各卖场的收集啊 你不可能说 今天你打广告明天就收入进来 你还是透过购买 Nielsen的市场调查资料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你可以知道你跟你的竞争的相对变化 所以基本上消费者用品公司是非常用很多所谓的电视广告的 它基本上它报纸广告还远不及我们讲的预售屋 我们讲的所谓房地产行销 或者我们今天讲哦 如果销售中心在打的时候 它还是以所谓报纸为主 那为什么 因为它前置时间短后置时间短 对不对 那同样的我们先换一个例子 那为什么不讲杂志呢 杂志各位知道啊 所有的杂志大部分的话都是一月为一刊嘛 对不对 那你可能一月为一刊 你是不是在这一月前打 那就算你今天要再打另外一个杂志广告 我们讲针对同一家来讲 假设你现在发现效果不是很好 你是不是下个月才能生效 那现在重点来了 预售屋普通我们在卖是不是就六个月 六个月你要把它clean掉嘛 那基本上如果以同一份杂志 你只有可能只有三到四次 就是说我们讲六次来讲 就六个月卖掉嘛 那你是不是只有三次到四正的修正机会 那这样的东西对一个非常重视时效的 我们讲的预售屋来讲 是完全不符合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看用报纸是有它的道理 今天灯明天见效 这个礼拜没有效 下礼拜马上改 那所以说你要改的这么迅速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要有系列主题 你是不是要搭配主题 你之前是不是要想象的 多种不同的系列方案 到时候你在做的时候 你抽我们讲抽掉 或加入才会很方便 你的反应才会很快速 这个就是预售屋行销的重点 那各位可以发现 我们今天讲到预售屋行销重点 各位你讲到书局去翻一下 一般书在写这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写的很少 甚至于把它简单化 所以把它简单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到广告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系列主题 我们讲就是各期间的摆制 然后我们讲的是成效 对不对 那不是 大家都把它简化成什么 简化成广告的文案写作 那你要讲到广告文案的尘埃写作 大家就从头开始来了嘛 就是说文案要怎样 文案要怎样 那再来的话 再加上很多文案有搞不清楚 举个例子 像软文行销的文案 跟广告文案一样嘛 这完全差很多 一个是越讲越小 一个是越讲越大 软文行销的部分讲的是一个很大 怎么样去透过 而且它是有系列主题 广告的文案写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加上说 一般人他不懂的 怎么样去做市场调查跟衡量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在讲到 我们今天在讲到一个 一个广告文案主题的时候 一般人都以创意后的东西来做衡量 那事实上是不对的 其实你要从卖点那个地方 因为只有卖点 你要还原成卖点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做市场调查 因为创意的那个部分的话 它是有一个 创意的 它有一个不可衡量的地方在里面 我们总是要透过某一个卖点 然后去做创意表现 那我们不衡量那个创意的地方 因为从创意那个地方 你没办法做规定 你要从卖点上 去衡量带来多少来人 来电 去衡量带来多少成交量 这样你就可以 建立一种科学管理的机制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如果各位想对预售屋行销 或者皇帝行销 有更深入与精辟的了解 那个人建议本书就是玩销利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